特斯拉最新OTA升级 仅有的几点变化和细节更新 这期视频即可爱来带你了解一下 首先我这几天被问的最多的 就是设置里AP辅助驾驶页面下 出现了两个新的选项 主动巡航控制和自动辅助转向 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主动巡航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ACC 开启了主动巡航控制以后 你的车将为是设定好的行驶速度行驶 并和前车保持设定好的车距 因此这项功能可以帮你根据车距和线速 自动加速和减速 相当于电门和刹车踏板属于半接管的状态 而此时方向盘并不受自动驾驶电脑控制 你需要自己拔本方向 同时也可以灵活变道转向行驶 自动辅助转向这个名听起来有点拗口 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础版AP辅助驾驶 相当于在主动巡航控制保持车速和车距的基础上 可以探测车道线以及是否存在车辆和物体 自动帮你保持车道线中间居中行驶 此时车辆的自动加速减速以及方向盘 都受自动驾驶电脑控制 在一些较为简单的场景下 一定程度的降低驾驶员的压力 那么如果你选项选到了主动巡航控制 那么你只能下巴挡杆一下开ACC 开不了AP 如果你选择了自动辅助转向 那么ACC和AP两下功能都集合了 你开哪个都行 所以我觉得选择自动辅助转向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呢 在轮胎服务里程里 可以在轮胎换位更换以后 重置里程技术器了 计算你的新轮胎行驶了多少公里 那特斯拉的拼音键盘也进行了一点点优化呀 可以输入缩写来联想词语 以及进行连续的建议和联想 那如果大家对特斯拉现有的功能不满 或者说希望特斯拉的下次OTA增加什么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多反馈细节呀 那众所周知 很多人吐槽特斯拉的导航不好用 那么如果你只反馈导航不好用的话 那么可能工程师团队也没法抓到重点 不知道导航应该具体提升优化哪个点 那么如果你提供细节 例如说 希望特斯拉的导航信息中增加服务区的信息和提醒 希望特斯拉的导航信息中 可以显示服务区的第三方充电中的占用使用情况 希望特斯拉导航的语音提醒能够更早 更提前一些 这样工程师就能盖着到具体的点了 方便后续做功能升级 并OTA推送给大家 就像之前大家都在反馈 这个自动盲点摄像头容易被手挡住的问题 特斯拉就在后续的某个OTA版本里 把这个摄像头的显示区域 弄成可调节可移动的了 换了位置以后 一下就好用了 特斯拉其实是非常鼓励大家反馈问题提出建议的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提出更有效 更准确的建议的话 这样沟通效率会更高 良性循环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特斯拉这次OTA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要反馈的建议呢 评论区见